當時深色上衣的男子走在工廠外 看到場內水泥預辦車準備開離右轉 立刻靠邊閃避 沒想到下一秒一輛直行的潮車 卻撞了上來 水泥車被這一撞 車頭與車身分離 更將一旁的行人徹底淹沒 換個角度再看一次 當時造勢的潮車發生碰撞後 整個翻了一圈躺在馬路上 被水泥車夾擊的路人看起來凶多吉少 但沒多久淹塵散去後 被波及的男子從車縫中 鑽出自行脫困沒有受傷 事故現場一片狼藉 造勢的潮車車頭變形玻璃泉碎 後方在運的牛奶灑滿地 驚悚意外發生在10號上午8點多 桃園市觀音區 當時工廠的水泥預辦車 正要出門送貨 而駕駛潮車執行的陳姓司機 疑似沒有注意前方情況一面撞傷 所見兩名駕駛只有輕傷 沒有大礙 而遇上絕命終結站的路過男子 則在夾縫間躲過一劫 路邊起步至水泥預辦車發生痛撞 導致潮車翻覆 塵南與水泥預辦車子駕駛 接受傷送醫 目前皆無生命危險 警方擴報後立即到場處理 並適時交換管制 警告車後雙方九九車子訊為0 事發路段周邊都是工廠 也沒有耗置 行人正常走在路邊卻碰上意外 瞬間閃過人生跑馬燈 歷經生死一瞬間 索性奇蹟般的毫髮無傷 繼續收看一期中 楊中強 尋常報導 想看更多精采新聞內容 請訂閱按讚靜新聞 並開啟小鈴鐺 接收最新影片通知 正式 評論文字容 相同